清朝被洋人打了之后 朝廷对外交逐渐就形成了一种谨小慎微的潜在要求 因为一切威胁从海上来 洋人时时刻刻要找中国的麻烦 所以我们要谨慎应对 不能让他寻到一个揍我的理由 清朝灭亡 但这种恐惧在民国时代有增无浅 美军军车在中国横行无际 经常撞死老百姓 强奸民怨 民国政府拿洋人当爹 自然不敢置 甚至日本鬼子都打进中国来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掠了 民国政府还要求报纸上不许出现抗日二字 唯恐友邦惊诧 因此只得以抗X代替 后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 洋人的势力被赶跑了 他们不能再继续控制中国内政外交 但却可以退而求其次 在国际上孤立中国 因此 新中国也很重视外交工作 和我们建交的国家要努力搞好关系 在外事上没有小事 但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因为害怕外国打我 所以我要搞好外交 而是要争取到更多的朋友来打开局面 国际反罢 因此 这个阶段中国外交的一个特点是 吃软不吃硬 并不惧怕那些强国的压迫 甚至敢于和美苏翻脸对抗 对愿意和我们交好的第三世界国家 则持强烈同情态度 并带有一些美化色彩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国际市场 这个时候外交的底层逻辑再次发生了变化 反帝反罢色彩大大减弱了 倒是要争取外国投资和技术 而有资金有技术的是那些发达国家 名单和帝国主义列强高度重合 因此这个阶段由于需要国际资源技术市场 也由于残留的对第三世界国家同情的左翼底色 在外交氛围上是对所有国家都尽量持有好态度 只要你不触动我根本利益 你骂我两句我也就忍了 但是我仍然是不去得罪你 我不能同态复仇 不然万一你在国际上排华撤资 那怎么办呢 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 由于国家发展阶段的影响是比较偏软的 因此外交部曾经被人计概骗 90年代末 本世纪初的互联网上也有 谁打我我骂谁的不满之词 而且由于中外交流迅速发展 大量外国人进入中国 中国社会对这些外国人非常客气 礼遇有佳 不能干扰到外交大局 这种思想影响至今 进入新时代之后 情况又有所发展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渐开启 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流通 使越来越多的国人发现 其实并不是什么涉外事件 都需要那么小心翼翼的 外国政客天天开嘴炮 极其无理地攻击中国内政 新疆台湾西藏 各种冒犯中国的谎言 被西方主流媒体系统性地制造出来 议员天天出来 靠骂中国刷存在感 国外那些被西方媒体洗脑的网民 骂中国的帖子更是车在抖梁 但中国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些 而发兵攻打他们 或者对这个国家实施制裁 或者降低与这个国家的外交关系 那问题就来了 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一点点举动 都要担心影响中X关系呢 怎么对方就不需要担心呢 而且我们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应该是别人担心得罪我才对 怎么我还要天天自我审查 自我过度反思 自我设限 天天谨小声微想着 是不是我这句话说的不对 让洋人生气了太可怕了 甚至中国社会里 还有更荒唐的自我PUA 电视台拍个对中国工业成就总结的纪录片 有人就说你看看让你吹 让川普看到了吧 川普看到之后就会给我们打贸易战 中国老百姓就要没饭吃 甚至发个帖子口嗨几句 有人就说 你这样说话国外就会仇视我们了 更滑稽的是 这种自我PUA思维甚至还跑到了国外 有些反贼搞了一个大翻译运动 专门翻译他们自认为可不得了的言论 我要让洋人看了之后仇恨中国 到时候八国联军就要来打你了 既然中国社会里对洋物的态度是如此谨小甚微 生怕影响大局被追责 那就必然会反映到内政上 最终影响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让外国留学生轻松来中国 讨好他们来促进中X关系 给在中国的外国人以超国民待遇 让他们开心 不至于影响中X关系 重视外国人的报警甚于中国人 因为外国人不高兴了就会让国际施压 影响中X关系 中国人要满足外国人的需求 不然妨碍了外国人眼中的形象 他们说中国坏话也会影响中X关系 外国人总是主动抛出一个个议题 给中国制造麻烦 中国人被动的负责小心翼翼答题自便 然后让外国人来评判看看是不是满意 如果中国人不想这样做呢 如果反过来给洋人找点不痛快呢 那中国社会内部自己就会有人出来 莫名惊诧 你要与十一国开战吗 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那外国人天天居高临下冒犯中国 他们为啥就不用担心和中国交物 导致自己的老百姓要受苦呢 谁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啊 谁是大局 中国自己就是大局 我们不主动找洋人的麻烦 不去干涉他们的内政 不去颠覆他们的政治体制 不去制裁他们的经济 不去到他们土地上杀人放火 他们应该为此而感恩戴德 因为历史上的欧美英俗 都是这套帝国主义的玩法 他们应该为迎来一个新的仁慈的 讲道理的 愿意尊重他们 愿意好好和他们说话的世界大国而知足 洋人应该担心中国找他们的麻烦 而不是我们担心洋人找我们的麻烦 过度重视洋人看法 并为此自我委屈求全 这种社会心态有长时间的历史因素 一时半会难以完全改变 但世界总是物质的 社会存在总是要决定社会意识的